五脏最怕寒 送你五个补羊超猛忠诚药 干奏寒湿 补足五脏洋气 人体五脏最怕的就是寒 因为寒气太重的情况下 五脏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 甚至气血筋液运行也会受阻 这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该出来了 轻一点的只是怕冷 手脚发凉 抵抗力下降 容易生病 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节节 囊肿 关节炎 甚至是心梗 脑梗等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保证五脏洋气充足 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五个大家熟悉的忠诚药 赶走五脏寒湿 第一 贵福地华丸 可以补肾阳 调理肾阳虚后出现一些怕冷 腰酸 冷疼 双腿 膝盖发凉明显 以及尿频液尿变多 甚至是精力下降 欲望减退 功能出现问题等情况 这种舌头伸出来多半是舌胖大 舌根有明显的凹陷 或者是舌根胎后腻明显 第二 腹子里中丸 可以补脾胃阳气 散脾胃寒湿 对一些脾胃寒湿后出现的怕冷 手脚凉 小腐发凉 以及腐胀腐痛 脾胃不好 不敢喝冷水 喜欢喝热水 平时容易窜息 或者是大便 吸糖发软等情况 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这种舌头伸出来偏胖 颜色淡 舌中有明显的凹陷和裂纹 第三 神香苏合丸 可以补新阳 调理新阳虚后出现的怕冷 四肢发凉 以及胸闷 喘不上气 心跳加快 心口刺痛等情况 这种舌相伸出来同样是蛋白的 但舌间就容易出现傲陷和裂纹 第四 小青龙汤 可以温肺阳 化痰饮 调理肺阳虚后出现的怕冷 手脚发凉 以及壳痰 吐痰 痰多 亮白 清晰等问题 这种舌相伸出来主要是舌前端傲陷有裂纹 最后 肝通常不会出现阳虚的情况 但容易出现寒食清晰肝精的情况 这时容易出现绍腐疼痛 发迹 以及阴囊坠痛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可以参考一个回乡聚合玩 情气散寒止痛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